皇上 您是否知道 老臣当状元的时候 皇上尚未出世 皇上 老臣不是大清状元 而是大明皇帝钦点的状元 你是前朝状元 那先帝为何选您当帝师 皇上 你以为大清灭掉了大明 就不会遵师宗教了吗 不 先帝爷对汉文化尊宠备至 虚心求学 偏偏请我一个前朝状元来做帝师 皇上 您可知道 老臣入宫失教的那一天 全京城都震动了 父皇 儿臣知道您的苦心了 师父 朕有一件事情 希望师父直言 老臣 要么不开口 要开口定是直言 您看朕的学问究竟如何呢 皇上的学问大有长进 那 凭朕的本事 如果参加科举考试 能名列三甲吗 就算进不了三甲 能考个进士极地吗 进士都考不上 好好 就算考不上 那么 能考个举人吗 皇上现在的学问 只怕与秀才共生 不向上下 胡说 朕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怎么能跟穷酸秀才相提并论呢 皇上的天下是祖宗给的 皇上的学问却要靠自己来修 哼 济世 实话告诉你 朕有时候真恨你 你知道吗 朕刚才读刑律的时候 忽然想到 想到 想到如何杀你 朕杀人的方法可多了 有庭杖 有砍头 有腰斩 还有凌迟处死 朝廷杀人的办法 皇上只说了四种 老臣却知道二十二种 就冲这 皇上也得好好绝啊 皇上杀了老臣 吃亏的是皇上 占光的是老臣 老臣已死 赢得一世亲民 而皇上却落下个 网上忠良的罢名 老臣为皇上详详 还是觉得皇上不合算 师父说的对 朕刚才说的是气话 皇上要是只会杀人 那也太无能了 朕再问丁一句 朕的学问要达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学成毕业啊 学海乌鸦 以皇上现在的年纪 能达到秀才就很了不起了 老臣打算在两年之内 使皇上的学问超过近世 到那时老臣就教不动皇上了 自当退位 老臣一走 皇上当以天下为师 既往开来 创立万载地业 谢师父真言 不敢 老臣只是直言 今日授客已毕 皇上可以回宫歇息了 师父请先回去 朕在补习片刻 老臣告退 老臣告退 去吧 东庭 东庭 皇上 臣在 你马上去查一查 朝廷恩科何时开考 主考官是谁 副主考官是谁 记着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喳 皇上 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不说明白奴才不放心 朕想冒名应事 暗中与那些读书人比一比 瞧瞧自己的真实本事到底如何 皇上 你千万别这样 为何 万一皇上考不上进士 这传出去岂不遭人笑话 朕想好了 朕爱心觉罗之后 贵为天子 如果连个进士都考不上 就证明朕确实财数学浅 根本不配亲政 皇上 这一心不可二用 这吃饭的时候不要读书 来 给我吃饭吧 这吃着香 毒的也香 这不用你管 蘇玛 徐 徐庸善 好 来 你们也下去吧 东婷 你说这是怎么了 要么不读书 这一读起来 又不要命了 我知道他是怎么了 你就用膳吧 我伺候你 你和皇上耍什么华招呢 怎么会呢 我去啊 皇上 会考的日子 那我才给探来了 说 请求恩科 十月初八开考 十月初八 十月初八 初九 卢仔帝皇上算过了 还有五十九天 够真用的了 主考和副主考的人群呢 卢仔爷给探来了 谁啊 否正大臣们拟定啊 主考由苏克沙哈大人亲自主掌 副主考 我让您猜一猜 副主考 何必懂 那个书单子 济世 正是他 朕这位可酸胖上 冤家对头啊 还有他 考题啊 奴才也给皇上看来了 总共是上下两题 不准说 一个字都不准说 给他拿原点 把朕当什么人啊 朕一个堂藏天子 考试还用加三吗 皇上 奴才知罪 这烤题 烤题 吃了 你给朕吃了 朕谢你一碗山珍乌鸡汤 好啊 奴婢 要禀报太皇太后去 苏玛 苏玛姐姐 你千万别告诉老祖宗 老祖宗可是交代过的 朕勤奋好学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这么着吧 等朕重磅之后 你头一个拿着朕的考卷 给皇祖母去看 给她一个惊喜 她肯定不会生气 说不定还会大大地赏你 你可真看清楚了 皇上真的没有看考题 奴婢性命担保 皇上一个字都没有看 而且还痛骂了小魏子 命令她把考题吃下去 这就好 小时候作弊 长大了肯定是个昏君 不过这点呢 玄业她也是很明白的 丫头啊 你跟我说的这事儿 做得好 做得对 不过 奴婢担心皇上抱怨 你还想要说什么呀 老祖宗 近来皇上发奋用功 奴婢见了真是为皇上高兴 奴婢斗胆叩请老祖宗 请老祖宗装错不知道 暗中鼓励她用功 让她冒名去应试 对 果然考上金榜 便证明皇上有真本事 万一要是落了榜 皇上肯定会更加发愤 你瞧这帮小人啊 个个都鬼怪精灵的 比我们那会儿厉害多了 是 你们不是老叫我老祖宗吗 我呀 老眼昏花的 没听明白 公山哪 你可听明白了 奴才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也没看见 如今哪 我这个太皇太后 可是给丫头犯差喽 谢老祖宗 我说虎公山哪 奴才在 这本界京士不是推迟了一年吗 怎么又不推迟了呢 你可听到什么了吗 公立耳末报来 苏克沙哈 苏克沙哈 立主恩科 如期举办 还要 亲任主考官 苏克沙哈 苏克沙哈中堂认为 恩科乃 朝廷恩典 天下学子翘首盼望 如无战乱 不应推迟 他还下令 资助每位贫穷学子 二十两官费银子 以助其入京赴考 听起来不错呀 我说虎公山 你让你的耳目啊 多接触一些面 你接触的面广 尤其是那个苏克沙哈和敖 不过呀 要藏而不漏 看看他们唱的是哪出戏 明珠爷 您早啊 何老板早啊 明珠爷 这次复考肯定金榜提名啊 借您提言 我让高中 明珠一定厚谢何老板到了 哪儿啊 明珠爷住在这儿是小店的夫妻 难得一颗大明珠不是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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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糟糕 这人饿死在咱门口了 哎呀 还有口气 小二 小二 哎 你看这个 给这个人拿几个馒头 把他抬街对过去 别让人吵去啊 慢着 此人像是读书人 先给你吵一定是 佛老板 你把他抬到我屋里去 再熬上一锅热粥 哎呦 明珠爷慈悲 小的担心 怕此人给小店带来晦气 我多付银子 谁呀 快点 哎 这是何处啊 万生谢更美相救 哎 别动别动 只管躺着 在下啊 明珠 父姓纳兰 哎 请问学兄尊姓大明啊 幸会 在下 五次游 五次游 是不是呢 探字久问 和兰草巴掌的作者 五次游啊 才会 正是在下 哎呀 玄兄啊 真是如雷贯耳啊 明珠一直以为 那两部大作 出自前朝老吴 没想到学兄竟如此年轻 佩服 佩服啊 今日相见 明珠 三生有幸啊 在下 也早就耳文 纳了明珠大明 若谢明珠兄照顾 哎 哪儿的话 来来来 坐 快坐 来 五兄 何以至此啊 明珠兄 可知傲拜 四大府城之一 内阁中堂大人 何人不知啊 可知 他欺上瞒下 全地害民 这可不知道了 傲拜属下的正皇相皇二妻 以奉旨阔营为名 亲战百姓 数万情土地 在下祖传下的两块田庄 也被他们强行夺走了 家父遗弃之下 宝禀甚亡 混账东西 没个王法了 王法 他们说朝廷有旨遗土换土 而他们就敢用二十么割屁炭 换你二十锦良田 百姓们深渊无地 告状无门 又逢上病灾黄灾 真是没了火路啊 在下家乡野狗吃死人 活人再吃野狗 野菜 树皮 田鼠 观音土 样样动他来冲击 甚至一字相识啊 武先生说的是啊 朝阳门外成千上万的难民 直立山东的最多 朝廷就是不让他们进城 以免扰乱人心 老太后和小皇上啥都瞧不见 还以为天下太平呢 武兄如何道经的 在下藏了父亲 便到衙门鸣鸣告状 巡妇大人刚刚上任 名叫魏承诺 曾是当兼皇上的帝师 他令在下暗中查访 熬外圈地的罪证 待时机成熟上奏弹劾 在下日夜取证 不想被熬外党徒察觉 打入死牢 魏大人将在下提出牢月 他说 你要是再让他们抓住 我也就救不了你了 魏大人给了我几十两银子 他让我进京复考 他说 从古到今 无权无职 是斗不过奸雄的 你还是博个功名吧 老板 这是你的周浅 万生 告辞了 五兄 五兄 你何不暂住此处 你会朝夕相伴 共同复考啊 慘愧 在下住不起客栈 好 老板 听着 即日起 五兄的一切费用 都记在明珠帐上 是是是 明珠兄 这 五兄啊 抢占你田地的 是满人 可他们都是满人的败类 在下也是满人 却想拜五兄 为良师益友 五兄 若不嫌弃在下的身份 请受你拜 明珠兄 好 苏主大人 请坐 请坐 小二 上茶 大人府上明察无数 怎么想起到这儿来品茶呀 班大人啊 你是知道的 自从我奉旨调查 敖拜圈地一案 寒舍四周啊 便终着用敖中他的耳目 侍候来考古变呐 所以我只好请班大人到此相聚 再者 这恒通便是考生们茶酒相提之处 本人身为主考官 也好事先查看考生们的情形啊 班大人请着啊 谢大人 现如今 太皇太后年老 皇上年幼 国家全指望着你们一般内阁大臣 苏可大人 与敖中堂同为朝廷栋梁 你们为何要成对头嘛 下官特别希望大人们能够化解恩怨天下太平 班大人 我实话告诉你 敖拜党徒们 交纸谋私 圈地害民 已经是铁正如山了 我手头握着魏承磨爆料的一大罗十句 还有几十份外官弹劾敖拜的折子 只要我一出手 敖拜就将身败名裂 班大人 希望你能分清是非 效忠皇上 与我一起参合敖拜 班大人 敖拜圈地害民 真是奇了 实质上是 接党乱政啊 此人不出 朝廷就永无宁日 你是皇亲国戚 我是先帝也脱功的大臣 我们岂能坐视不顾 再者 眼前既是危机 也是一次机遇呀 班大人 你若能在这个时候离大功 日后还怕没有险决高位吗 那您中堂大人不说 下官也不敢说呀 下官所属的香兰旗下 也有不少田庄被敖拜霸占去了 下官是敢怒不敢言哪 大人有所不知吧 他除了圈占了农田 而且更有甚者 他还圈占了八大皇庄的土地 这可是错逆呀 对 强占黄蝉 正是错逆 班大人 你我一起参赫敖拜 我保证偿还你全部失去的田庄 另外敖拜垮台以后 我将历见你升任内阁中堂 谢大人开举 不过下官想 咱们要么不动 要么一动定乾坤 班大人的意思是 欧拜势大 咱们暂时不要打草惊蛇 应当外松内井 首先争取更多的内臣外官 站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再动手 这期间我暗中搜集 敖拜圈战皇庄土地 和脚趾谋私的罪证 大人则拟好弹劾他的奏章 下月初十 是内臣与外官同朝议政的日子 各省满了任期的都府 都来经述职 那正是 除贼报国的好时机呀 好 我也正想在科考之后动手 来 请 说得好 好 各位难道还没有看到吗 现在朝廷上全臣当道 边疆强贼押境 豪门圈地害民 事情恶嫖满地 此时开科取士 实际上是妖蛮民心粉饰太平 国家经过数十年战乱才得以改朝换代 大清初见民心私定 正该还田于民修养身兮 而敖拜斯党却以阔京剑营为名 大肆圈战香田民土 国家国家 百姓一旦无家 后果就是国不僵国 全帝实际上是挖了国家的墙角 以一党之私勿天下 这位年修 与其在此高谈阔论 何不写成国策 陷于当今圣上呢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在下也是许多年前的一届考生 你我不知姓名 说起话来便可直来直去 一旦知道了姓名 反而左顾右盼了 当年科考应世 在下正因为直言实证 才得以高注 可见朝廷上有的是政治大臣 他们可不会误国误民啊 国之兴亡匹复有责 学生既然在茶馆敢言 那么在科场 在金鸾殿 也敢放胆直言 好 在下御柱阁下 前程似锦 中堂大人 何必挑逐他呢 班大人 我们又读了三成胜算 你想想 这些考生是代表天下读书人的 在殿师的时候 他们一旦怒斥全臣全帝乱国 岂不证明了理心所向吗 这样一来朝廷内外举国上下 一轰而起 口外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太皇太后与皇上岂能做事不顾啊 哎呀 佩服 佩服啊 哈哈哈哈 内阁大臣熬外拜会左宗堂 内阁大臣厄秘龙拜会左宗堂 内阁大臣苏克沙哈拜会左宗堂 请 大臣 请 大臣 不请 三位大人告语 好 各位贤卑 有请 请 请 大臣 既然是什么事 三位俯升大臣齐聚寒舍 真是蓬佩生辉 是啊 可是你们也得想一下 这事要是让太皇太后和皇上知道了 那还不中心吗 左中堂久不上朝 我等前来判定 太皇太后和皇上知道了 当为大臣的一团和气而高兴 老臣 谢谢你们了 不过也求求你们别害了老臣 各位既然来了 咱们要离一个规矩 在我的府上只谈茶道 要酒 不论朝政 今日就是为朝政而来的 要你这个首府大臣做以公断 你看你看 所中堂 苏克沙哈承指调查本官谋私圈地一案 这本来就是小人们谋害本官 而他是非不变 黑白不分 本官信不过他 再者 苏克沙哈何德何能 居然在办案的同时 还兼着科考的主考官 本官更信不过他 那么 熬中堂的意思是 换了他 崇医主考官人选 本官建议 由皇亲国戚班布尔善做主考官 他有才有德 又是皇族血脉 当能迟以公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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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中堂 列位中堂 本官兼任主考官之职 不是所中堂封的 也不是你敖拜兄封的 而是我们四个大臣公义的 如今要换我 好啊 说出个道道来 是我苏克沙哈收受贿论了呢 还是买卖烤题了 至于调查你欧拜兄全帝一案 可把我忙的呀 忙得我呀 还没顾得上调查呢 老白兄 全帝谋私议案是真是假 你得等到我调查之后再冲我发火吧 现在你就喊冤 你是不是有点过急了 你是不是有点心里发虚了 好 所中堂 一口一个好好好 究竟叫谁做主考好呢 还请收服大人明示 那我叫两个 两个都好 本官建议 由皇亲国戚班布尔善出任主考官 内阁大臣苏克沙哈仍然坚持原意 由本官出任主考官 内阁大臣阿比隆同同意重新斟酌主考官人选 这不二比一啊 所中堂尚在病中表不表态 悉听尊便 是啊 老臣老臣病中不便谋事啊 既然你们三位都定了 那一定是妥当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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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哎 叔老臣多嘴啊 要不要 请示一下太皇太后啊 苏克大人任主考官 太皇太后恩准了 那咱们说换就换 咱们谁跟太皇太后解释啊 主考官可换议 但考题必定得换一个 副主考既是你的是 先王之法 这个题目好 读书人不能忘了祖宗嘛 而苏克沙汉你的是 本主考官你的考题是实证之要 听听 这个题目不好 容易煽动读书人 平易朝政 贴乱子 还是换了好 好 好 所中堂又是一个好好好 究竟是换了好 还是不换的好啊 都好 都好 父亲 父亲 您怎么觉得不舒服了 不好 家父的病又犯了 快来人 快 给老爷寄药 来了 慢点 快 给老爷寄药 慢点 老爷 各位大人实在抱歉 家父这病啊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啊 父亲 父亲 我看这二虎乡镇必有一伤啊 父亲这病病得还真是时候 官场上的人谁也不会生病啊 有时候啊 人家还巴不得你一病不起呢 他们都走了吗 都走了 嗯 管上正门 好 任何人不准从正门出入 再在门上挂上人辟邪草药 好 传出话去 就说我这病啊 越来越沉了 好 父亲 明天呢 孝庄太后要赴东陵去祭祖 您是否前去送行呢 所恶徒啊 朝廷上 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您哪 你说说 太皇太后 为什么挑这种时候离京祭祖呢 太皇太后是躲避烦恼呢 还是欲擒故纵呢 你呀 再好好的想想 仔细地琢磨琢磨 甭老等着我告诉你 至于送行的事啊 咱们的病啊 还得有个病的样子 好 甘兵 你带我向太皇太后告罪 就说我病的动不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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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听证 听见了吗 侯主母放心 所以定用心 好了 你们大伙也别送了 朝廷的事就拜托你们几位了 听说索尼病了是不是 回禀太皇太后 家父正在调养 待我问候她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希望你们几个 好好的辅佐皇上就失了 请太皇太后放心 臣等弟将同心同德 辅助皇上 皇上身边有这么多的忠臣 我能不放心吗 好吧 走吧 太皇太后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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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先 为什么专挑这个时候 离京祭祖 就是要安排这个时候去 要让咱们的皇上单独的历练历练 我明白了 苏玛 苏玛 皇上 老祖宗真的走了 快 朕要骑马 朕还要手猎 而且朕还要 西武 招标 这儿开始玩了 不得了了 皇上要解套了 皇上 老祖宗可是交代过了 读书学习一课不能少 骑马打猎一课也不能多 一切都得和老祖宗在宫里时一样 皇上不是想金榜提名吗 后天就要开考了 皇上 你可不能走神 天子无戏也 那我就陪皇上骑一个时辰的马 好 走 好 好 皇上 我可盯着时辰呢 到时候我不回来 我叫侍卫拿人 来 胡广总督任平大人 拜会敖中堂 朕远将军乐尔利 拜会敖中堂 山东巡抚印山大人 拜会敖中堂 列位大人 列位同仁 我敖拜在朝中做事难哪 你们别看太皇太后年老 他可是又老又辣 你们也别看皇上年幼 他可是个小孙悟空 四个辅政大臣哪 最少也分成了三党 虽然我一心一意地效忠大清 辅佐皇上 但也架不住他们 明里暗里的整我呀 我们全力支持你 全力支持你 我能与你很多与共啊 是 全地这事早就给你们打了招呼 事可而止 你们就是不听 要知道 你们圈上五请六请地 下面的奴才就敢圈七请八请 而奴才的奴才 部将的部将 就敢圈上九请十请 同当一块算 报上来的是 几十万请土地 我估计 实际上有上百万请 我劝劝你们 为大清的长治九安计 也为列位的名誉地为计 不要再圈了 让些地出来 你们即使只让出十请地 我也敢跟他们说是三十请 末将十分体谅熬中堂的苦衷 这样好了 末将立刻下令停止圈地 但是已经吞到肚子里的地 末将很难让部下吐出来 本都也同意暂停圈地 但本都认为熬中堂不能向他们认输 因为你这一步认错 咱们就是步步错了 人家会揪住你不放 直到把你碾下台为止 眼下最重要的是 他们想借圈地来夺你的权 眼下皇上尚未清政 谁占了上风 谁就是朝廷栋梁 谁落了下风 谁就成了乱党 熬中堂 你得替我们撑住啊 我们都是粗人 让班大人见笑了 哦 不敢不敢不敢 各位都是大清国的开国人 大清国元勋 那工业名望 那可是名阳四海啊 下官与各位今日在一起品茶 是感慨不一样 班大人有何感慨 下官不揣浅漏 冒昧之言了 请 下官认为 圈地不等于谋私 更不等于乱政 圈地是为了扩军建营 是为了大清的强生 对啊 是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一天 下官打眼这么一瞅啊 天下的都府有一半坐在这大厅里 统兵将军呢 更是有一多半坐在这个大厅里 这意味着真理 这意味着真理就在这间大厅里 不在那些阎官御史的手里 更不在那些刁民暴徒的手里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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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愧